字幕 李宗盛 這些塞車都是老大拿問題 我們看新聞 廣州的A牌 深圳也要預約 很多旅遊景點 如果是自駕遊 很多地方都不是那麼容易 只要是車多的問題 經濟發展 富起來之後 一般人是買車 車不太貴 現在在大陸買車不太貴 只要是養車比較難 養車難 停車 人多 停車是老大拿問題 這個又不是現在 有這樣的現象 早十年 二十年都知道 每一次 雖然擴建了很多路 但是 車同樣都是 不斷地增長 汽車的增長率 比基建 基礎設施 公路就這麼多 但是車不斷地 膨脹 建了很多高速公路 深圳的線 還有一些東莞線 去珠海 去深圳 都非常方便 高速公路 好像東莞大橋 這些高速公路 已經是 很早期已經發展起來 肯定是 那些車 所以 養一部車 都不是這麼容易 車價便宜 但是要養它 停車 停車費 那些東西 這些都是一種成本 特別在大城市 在廣州來說 就是成本非常大 所以有時候發展的公交事業 就是 地鐵、公交 都四公八公 這才是萬部車 很多人就是 星期六、星期日 自家遊出去 平常坐地鐵 所以 下山機又不行了 下山機 下山機始終 都是 公交方面 差一點 不是沒有 是少一點 所以就是 每人都要舉起車 等於我朋友 因為來美國 沒有多久 都體會到 沒有車 就是全部難行 好 怎麼都是買一部車 都是待一步 有隻腳 那你才說 方便 如果沒有隻腳 在美國 你很多時候 只能夠買菜 就近就近 那你覺得 出行很不方便 只不然 你 時間 覺得很累 有時候 晚上 都還可以兜 兜兜兜 可以調劑 生活 這件事就是這樣 比如說現在好像我一樣 上班 你沒有部車的 你行進這麼遠 那你怎麼上 你肯定不上 可以 所以就是這樣 怎樣都是 不要的 我都容易得到地鐵 直鐵到那裡 所以 也不要這樣 對 也不要這樣 對 好 我可以 很快要出高速公路 但這條路是慢吞吞 這條路是慢吞吞的 所以他們說去機場要提早兩個小時 如果塞車的確是時間 把壓不好 因為你隨時不知道在哪裏塞車 所以我這個初中女同學 星期二號那天是十點鐘機票 提早幾個小時去機場 這裡的快速公路 休息一下 有空 community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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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